現在是浮動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加兩個input box 這兩個input box的話 就是一個x、一個跟y 這個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程式加到哪裡呢? 加到這個程式的上方 一個叫x、一個叫y 然後它就會跳出請輸入查詢日期 我填入之後 起始日期就是放x 結束日期就放y 那我再把這個起始日期這邊 從2022、1月1號這個日期 把它改成x就可以了 那問題特別是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變數 放在這個文字裡面 因為它有個頭嘛 有個尾巴對不對 那你要把它放中間的話 那前面講過嘛 就把它切開來 endend 然後x就可以了 還記得吧 這個如果你記不起來 你用背口訣 先找到這個範圍 delete掉 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end兩個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x就好了 然後把什麼呢? 把end前後再加空白 有沒有 OK 那這樣x就串在中間了嘛 OK 然後y怎麼辦呢? y一樣 不過y比較特別 因為y的右邊沒有資料了 有沒有 它這個日期已經是最尾巴 雙引號尾巴 所以我講過這個可以怎麼樣 把它delete掉 然後移到雙引號外面 空一格 end 空一格 加一個y就可以了 那你說老師那另外一邊 因為它已經尾巴了嘛 你在家沒意思啦 所以就串一邊就好了 它就會把結束日期 放在這個的後面 OK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理解 因為我發現同學每次講到這個 就有點反應不過來 不過呢 可能一段時間之後就大概懂了 大概什麼時候 可能要看每個人的那個悟性吧 OK 大概知道就切在右邊的意思喔 好 那做完之後我們來run一下 如果我要換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我不要全年的啦 我想要知道是20... 這個... 2023年的1月1號開 然後這個日期 記得中期一定要加斜線喔 不論打錯的話 你可能得到結果會有BUG喔 然後到2023年的... 2月28好了 2月28 OK 這個日期 記得喔 年月日中間請你務必要加斜線 打錯呢 程式會發生錯誤喔 那確定沒問題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抓到的日期 那就會是2023年的1月到2月的資料了 有沒有 這個資料就下來了 1月2月到這裡 好 所以喔 等於是多一個條件變數啦 一個X一個Y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我是希望說呢 跟上個禮拜一樣 幫我畫個圖在這邊 這個還有印象吧 我們上個禮拜做過的喔 我希望畫到這邊吧 總共10欄 然後10列 畫到10列在這裡 然後M1在這裡 就是把圖剛好就放在這裡 但是今天我希望做個變化 什麼變化 我不要喔 一次畫一個這麼寬 我希望喔 這邊畫一個 這個是美元的 然後這邊是人民幣的 反正就是除以2就對了 之前是10欄 現在我只要5欄就好了 那這邊是放美元折現圖 這邊放人民幣折現圖 那下面好像歐元吧 歐元再把它放到下面 然後以此類推 那這樣的話 怎麼樣剛好可以畫一個 美元折現圖的 就是上個禮拜一半喔 那當然如果你要直接畫個圖 還記得吧 第一個一定要先把A跟B欄選起來 Ctrl Shift向下 OK 這個範圍先給他嘛 然後再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圖表 圖表的話是折現圖 還有資料標記的折現圖 這樣就OK了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資料 有點比較妙一點 它這個斜線好像 也不像上個禮拜那個資料 是沒有斜線 所以要更正 那今天好像沒有更正 它好像已經更正了 所以不用再去修改那個日期了 好 那你會發現我已經把折現圖給繪製出來 你會發現喔 繪製折現圖有個優點 馬上一目了然 有沒有發現 最高點最低點 像這個喔 今年的年初有沒有 這個點大概是30.7吧 30.7有沒有 然後突然間就下墜了到哪裡 到大概29.7 然後突然又往上爬了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是一個波段 其實你大概就可以觀察說 到底什麼時候高 什麼時候低 如果有個規律性的話 反正你等它往上彈的時候 再把它賣掉 往下走的時候 再來買就對了 逢低買嘛 逢高賣 這樣子賺差價喔 那這個好像日本有個專有的名詞 叫渡邊太太 渡邊太太就是做什麼 就是說喔 就剛剛我跟妳講 因為很多日本的 好像太太都是家庭主婦 然後她在家沒有事的時候就看匯率 因為她至少可以喔 利用這樣匯率來賺一點錢 因為好像日幣幾乎沒什麼利息啦 所以如果你放著錢不動的話 那變成其實只會貶持喔 好啦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可以把這個圖畫在哪裡 不要畫這裡喔 畫在這個地方 而且是上個禮拜是十個欄有沒有 那現在的話呢 就不要十欄 五欄就好了 M到Q 然後放在M上面 然後並且十列 十列的話是這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這裡 反正就幫我把這個圖 擺在這個位置 然後並且剛好十欄 但是不是叫你用人工的方式 慢慢調整啦 因為慢慢調整真的浪費時間 因為一個欄就一個圖 十個欄就十個圖 你每次再一次再一次喔 你會分倒 但如果你用程式的話喔 按一下自動出現 如果重新查一個匯率 一個區間 它又一個新的圖產生 那你就可以很動態的 把你要的圖喔 快很快的可以產 甚至你假設要把它變成PPT 也都可以 按一下PPT自動產生 多好 你馬上要做一個簡報都很簡單 但如果你不會的話啦 哇 你要產生這個資料 真的可能頭痛的問題 好 那可是要怎麼做喔 一樣喔 這跟上禮拜一樣 第一個的話我們把它錄下來 那一樣喔 把這兩個欄先選起來 Ctrl-Shift向下 先不用 先選起來喔 你在錄製的時候呢 其實可以不用另外 另外再去把這個選 然後Ctrl-Shift向下 也就是這兩個欄 然後呢 我們在錄製聚集的話呢 這邊點一下 錄的方式就是插 只要一個動作 插入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然後OK 另外的座標跟位置 我們另外再補程式就好了 那名稱的話也許叫做 跟上禮拜一樣 叫美元折線圖好了 美元 OK 接下來的話就是直接插入 這邊就會有一個折線圖 一樣點它一下 還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完成之後的話 就直接怎麼樣 把開發人員這邊停止錄製 就不要再錄了 跟上個禮拜一樣喔 那你會發現 錄下來的結果會在這邊出現 叫美元折線圖編輯它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主要就兩行 那這兩行上面的註解delete掉好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再run一次會怎麼樣 如果再把這個delete掉有沒有 你在run它的時候 它其實還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說老師要放這裡怎麼辦 還記得嗎 把參數補在add char2後面 這邊逗點 第一個逗點的話就是它的座標 那我放哪裡呢 放M1的左邊這一條線 跟上面這一條線 那敘述方式的話你就打一個range 哪一個儲存格啦 哪一個儲存格啦 M1 在左邊點laps就可以了 它裡面有一個屬性 就laps 逗點 然後range的上面那條線叫top 所以range m1 點top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如果把它run一下最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圖就被畫在哪裡呢 M1這個位置 可是寬跟高不對啊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再補一下 在top後面再點一下 豆點 它的寬多少呢 我只要跟M1這個儲存格一樣的寬度 但是要乘以5倍 OK 所以把這個range 我習慣是直接用複製的好了 把它複製到這個後面來 有沒有 豆點之後range m1 後面加一個點wis 寬度 寬度就這個wis W開頭的 乘以5就可以了 它畫出來的話就會寬是5倍 然後豆點高是多少呢 那一樣range m1 反正以m1當基準 那你說老師那我如果不要把m1當基準 我用別的儲存格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我只是抓一個基準 那前提是 這個儲存格以後不能亂調整寬高 不然的話 你畫出來就會以大家當基準 那就錯了 所以也就是說寬乘上5 高乘上10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把這個程式給寫完了 有沒有 所以在adchar2後面兩個參數加上 它的左邊跟它的上邊就是座標 這個的話呢是寬跟高 OK 那畫完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它run一下 看一下結果是不是我們要的 run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欸 它剛好就在這裡了 有沒有 那當然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 剛剛畫的圖全部刪光的話 我記得好像底下也有一個叫刪除 我們上禮拜有寫過那個啦 叫刪除所有圖有沒有 刪圖 刪圖 我這邊 或者你可以拿上個禮拜的那個 刪圖的那個程式拿來用 上個禮拜的是在 外匯的這個 再補一個那個 刪圖 就可以把圖刪掉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一個美元之後 再來的話就是畫人民幣 一樣的道理 畫在它的右邊 然後我希望全部畫 試試看 最後變成兩個 人民幣就畫在它的右邊那邊 人民幣則限圖 美元的右邊 本來是上下 現在變左右左右這樣子 然後把刪圖這一段 再把Ctrl-C一下 如果要把舊的圖刪掉 就直接把它放在這裡 刪圖 這樣的話舊的圖就可以刪掉了 把它刪掉 這樣圖就沒有了 然後在美元 人民幣畫在這邊 人民幣怎麼畫 其實可以用美元來改 美元的話貼到這邊好了 那其實這邊改成叫人民幣 人民幣 然後呢 改哪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 座標一定是R嘛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R R1 R1 OK 那寬度一樣是 五個欄位 所以後面這兩個應該不用改 寬一樣是五個 高一樣是十個 只是坐標改變了 第二個的話 就是它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按執勤 還是美元 你說老師不對啊 我要是人民幣 那請你改第二個 這個地方叫做Source Data 有沒有 Set Source Data 就是資料 這個是資料的來源 那它指向的這個工作表 不是同一個工作表 所以同一個工作表 我上禮拜講過 這個可以刪掉 不用 然後 留下什麼 錢的符號也不用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得到的結果 應該變成什麼 變成A1到B32 有沒有 其實是這個 那我們要怎麼改呢 其實跟各位講 一樣跟上個禮拜一樣 就是你可以把這邊改成C 但是如果你改成C 會變成中間會多了B 所以你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變兩個 因為它有A有B 所以怎麼辦呢 還記得吧 我上個禮拜好像就是加一個痘點 就是在這邊 先把A1到A32 這個是日期 在這個後面加一個痘點 然後再補一個C1到C32 你們的數字可能跟我不一樣 我是只有抓1跟2月 OK 那你會發現 我把圖給刪掉 然後來看一下 這個是美元先輸出 美元OK 那人民幣有不OK呢 執行一下 人民幣OK了 所以今年開始 人民幣有稍會漲 然後又稍微往下跌 好 那上面這個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 其實理論上 A1到B32 我是建議你也乾脆改成跟下面一樣的規則 就是A1到A32指的是日期部分 然後B1到B32指的是它的資料 所以A是橫軸 如果後面的匯率是重軸 畫出來的話 那就會剛好是一個像這樣的一個折線圖 可是你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畫全部呢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再增加一個換到下一列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往下推 對啦 理論上這個應該下一個應該就是變成M10 所以再來就歐元 所以你當然可以用推的 如果你不會寫 你可以再把美元複製下來 那這邊改成歐元 因為下面一個好像是匯率好像是歐元 然後歐元的話應該就變多少 M的多少 M11 因為這個位置應該是M11 因為這邊實列 所以我就把lab跟top改成M11 寬跟高一樣 那這個資料的話基本上就是什麼 把它改成D 這邊改成D 好 那這樣執行應該就歐元了 歐元 歐元 應該它有共通的一個規律 就是應該這個就變成什麼 從人民幣這邊複製過來 然後改成日幣折現圖 那應該就變成R11 R11 所以你會發現 它有個固定的規律喔 所以如果把這個規律找出來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把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把它繪製成功了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畫美元 再畫人民幣 然後也許歐元吧 你把那個規律找出來之後 最後請你再繪製一個叫全部折現圖 就是把那個 有沒有 1、2、1、2、1、2這樣 把它繪製出來 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如果你自己可以把這個程式寫出來的話 哇 那表示 你應該就是理解的 但如果不行的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來講好了 試試看齁